由南投县政府结合南投县体育会 办理的108年运动爱台湾计划 在县立体育场举行健康市级运动夜市大会师 宣告运动夜市正式启动 展开围棋10个月许多项的运动项目 提供给民众来体验 欢迎乡亲踊跃参加 108年运动爱台湾计划 由县府及南投县体育会 在县立体育场办理运动夜市大会师 正式宣示运动夜市开跑 该会总管事宏明辉表示 这项活动是南投县创办 希望借此达到全民运动的目的 去年几年底结束的时候 小朋友都一直很兴奋说 今年还可不可以来参加 因为他们参加这个 虽然说每个礼拜只有这样一天而已 但是其实如果每个礼拜来的话 小朋友其实都有在慢慢的进步当中 我平常有可能比较少结束到的 现在都已经玩得到 我觉得现在都超好玩的 很感谢187年所谓的厢众人员和南岛的乡亲 非常热烈的响应 这就是我们教育部体育署 全力的支持 南投县政府所办的这个运动爱台湾的运动夜市 在全台湾来讲可以说是首创的 运动夜市每周三的晚上 在县立体育场推出多项运动项目 县府教育处科长蔡振发 鼓励大家都来运动让身体更健康 也可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108年度运动爱台湾 运动夜市正式从3月6号到11月30号 为期10个月左右 那我想说运动爱台湾 从去年获得各界热烈的回响 那我们今年除夕在体育场 从6点半到8点半这段时间 只要你体验完 我们的项目都会得到精美的礼品 运动夜市一起跑 当晚立刻吸引到许多民众席家带卷 并热烈参与体育能及各项运动 每周三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 并有排球、射箭、极箭等项目 到11月30号为止提供民众体验 县府欢迎全民一起来运动 大家都有快乐健康的身心 哇 这个警察还去哪边